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还有你前女友的微信吗 没有 但是微博还在互关 这是好事 这说如果还要有联系 都是公开联系 因为当时是微信互删 微博取关的 他后来是19年结了婚 20年的时候 微博关注了我 都结婚了 我就回关了 没有问题了 来 现在留灯的是4号 我们看一下她的制推女生是哪一位 徐宗辉的制推女生 吃好醋 选恒顺 恒顺香醋六年辰 为你揭晓制推女生 徐宗辉的制推女生是蔡莉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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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她的交流 可以互相陪伴 好开心哦 你看她笑的样子 她笑起来跟那个高静有点像 仰天长相 好 来 你可以千四号离开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来 你可以千四号离开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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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可是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曾一起走绝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吗 就是 来告诉我们 不签的原因是 我以为还会让我坚持一下我的心动女生 你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再说一下 18号 刘畅 就是那位 喜欢被公众表达 就喜欢搞上大规模的 来 刘畅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我真的没想到 因为在这位舞台也来了几次了 然后一直没有被选为心动 然后这个男生其实我挺喜欢他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距离我有点远 我以后还是在东北 在大连 但是我们觉得可以当好朋友 谢谢您 谢谢 再见 当时在拿到心动女生面板的时候 我看到18号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姑娘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就比较心动 后来没想到她拿到的今天是我写的字 最少的那个八个字的那一招 因为当时我在写着赫海的时候 我就在想 谁拿到这个八个字赫海 一定是跟我挺有缘的 我们后面在台上 她对仪式感的理解 和我对仪式感的理解非常的相似 更加坚定了我想要 与她可以牵手的这种想法 我理想中的埃及生活就比较简单 两个人在一起 简简单单地种种菜 然后一块做做饭 就很幸福了 种菜哥 祝他幸福